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由于在最近的48小时里 扎布罗热前线出现了紧急情况 因此我们将战报时间延长一些 乌军部队在扎布罗热方向的大规模进攻 在近48小时内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昨天我们报道的 派特·科哈特村的俄军已经撤出阵地 目前乌军已经完全占领了该区 并在战线上形成一个缺乏两亿掩护的突出部 俄高加索军区第429摩布团和南奥塞地军区 第4军的纪下化步兵配合俄第19师的相关部队 在击退了乌军数次反击后 由于村子所有建筑物军被摧毁 缺乏有效掩护而不得不撤出阵地 在莫斯科时间6月18日11点30分 在瓦西里耶夫斯基方向 俄军部队在主动撤出派特·科哈特村后 炮兵对攻击盘踞在这个村庄的敌人步兵 进行了火力覆盖 据现场报道 乌克兰军队已将大量的兵力 集中在通往派特·科哈侧村的道路上 这其中主要是步兵 但也包括大量的重型装甲车 他们将这些兵力投入战斗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乌克兰军队的阵地呈半圆形 最有可能的主要打击将落在其中一个侧椅 以扩大和确保派特·科哈特村桥头堡的安全 从而向瓦西里耶夫卡发动新的进攻 奥利霍夫斯基方向的战斗还在继续 18日下午 乌军袭击了俄军在奥利霍夫 拉伯蒂诺高速公路左侧的阵地 但被俄军成功阻击并撤退了 到了深夜 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这次是在他的右边 并且尝试占据了多个阵地 俄军使用TOS-1温压火箭弹 坦克和自行火炮对乌军的阵地进行了反击 此外 乌克兰军队在乌勒达尔地区向里夫诺布尔方向发起攻击 尽管俄军部队坚守阵地 但在该地区的东部 乌军成功地推进到了乌罗扎内地区 进入19日上午11点 乌军再次尝试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部分敌人正试图沿道路左侧前进 在皮亚地哈特基地区 俄军的加农榴弹炮和火箭炮 正在积极地对乌军密集部署的人员和装备集群进行袭击 根据统计在18日 两辆乌克兰坦克和四辆步兵战车被击毁 下午三点 乌军继续用重炮积极地打击俄军的阵地和后方补给线 平均每小时有5-6发火箭弹落入俄军阵地 乌军在炮击时 甚至不考虑目标在攻击过程中的重要性 即便只有两名侦察兵进入乌军的视野 他们也愿意使用大国境的重炮对其进行骑射 战场的情况虽然复杂但也并不危及 截至晚上6点 乌军持续发动进攻 并试图突破俄罗斯防线 以扩大皮亚地哈特基附近的灰色地带 在拉伯蒂诺附近 俄罗斯军队在白岗屋和丘边科夫中间夺回了他们 在辛达尼洛夫卡以南失去的阵地 在马来亚托克马奇卡地区 俄罗斯军队摧毁一个乌军的破坏和侦察小组 两辆BMP步战车被地雷炸毁 残与乌军部队被炮火击退 晚上 乌克兰军队再次试图向前推进 但没有成功 借助夜色的掩护 俄罗斯炮兵坦克和陆军航空兵 从周围的高地对乌军部队进行了歼灭 多年此刻的战斗依旧十分激烈 俄罗斯军队18日和19日 在辛米哈伊洛夫卡附近组织了突击行动 并在火炮和航空兵的支援下 对马林卡市南部的动物园进行了突击作战 成功控制了久攻不下的动物园区域 此外 部分俄军部队从沃加诺伊进行了反击 在空天军的空袭抽 俄军部队在通往阿富迪布卡的西南通道 和斯蒂芬附近发起了地面进攻 但在这两个区域的进攻并没有取得进展 乌军则在19日设法向阿富迪布卡以北的维塞洛进攻 但最终被俄军部队击退 在巴默特方向 乌克兰军队在大炮的支援下 在奥扎里亚 诺夫卡 库尔九莫夫卡 克莱什切耶夫卡 亚哥德诺耶 约尔霍夫卡和克拉斯诺波洛夫卡地区附近 进行了突击行动 由于俄军的有力抵抗 乌军仅在克拉斯诺波洛夫卡地区 完成了有限的推进 这个区域是从北到苏勒达尔的交通要道 赫尔松方向 在本周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整个前线的第二阶段反攻 应该开始了 卡夫卡水电站大坝的破坏 让乌克兰编队有机会为额外的准备工作赢得时间 并摧毁卡夫卡水坝和地涅泊河下游的雷区 企图继续通过岛屿上的灰色地带 渗透的乌军破坏小组在大坝被毁后 总共进行了十多次的此类行动 但所有这些都被俄军炮火和重击枪击退 乌军这些破坏小组的目的 是打开俄罗斯军队的防御阵型 据俄罗斯军队消息 乌军的下一次突击可能会在金伯恩半岛和地涅泊河上游 到卡佛夫斯卡亚水电站东北部进行 在进攻之前 乌克兰军队计划对赫尔松地区和克里米亚的仓库 和后方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弗列米耶夫斯基村上的战斗仍在继续 与上周相比 乌军的行动的强度有所加强 目前乌军的目标是通过反击和插入 罗夫、诺布尔和斯塔罗姆利诺夫卡之间 来阻断俄军的防线 马卡罗夫卡在俄罗斯部队的火力控制下 俄军从周围的高地 向乌克兰军队的突击队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 尽管如此 乌克兰军队还是成功地切入了 哈维斯特和新顿捏茨克之间的森林200米 但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俄罗斯肯定要完蛋 这点普京心里有数 但是又没有理由与借口从乌冬地区直接撤退 已经迁入法律 乌冬已经是俄罗斯领土了 他自己再承认这法律作废 确实说不过去 中国现在要帮一把普京 那只能是帮普京找一个退出乌冬的借口 这个借口还要有人会信才行 建议中国集结军队到东北 让普京马上从乌克兰撤军 要不然中国要控制远东 收复固土 这个借口给普京让他有足够的理由 从乌克兰撤军 同时也给泽连斯基讲 如果俄罗斯主动撤军 希望乌军不要追着打 让普京撤兵有些面子 中国如果促成了俄乌战争结束 也是大功一见 在国际上也有面子 在道义上也是帮了普京 也让精子有个台阶下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 精子发动的这场战争显然不是偶然的 冲动的 精子就像混进学校内寻衅滋事的流氓 你跟流氓说 大哥这事算了 给我个面子 流氓能停手吗 他停不了 因为他不是在打架 他是在打劫 说穿了 精子就是吃这碗饭的 车臣南奥塞地克里米亚一路走来 再到今天的顿巴斯 精子一直没闲着 打家结舍 抢抢民女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就跟你每天打卡上班一样 你有你要干的 他有他要干的 让你停工的方式是把你开了 让精子停手的方式也一样 他只要还在位 他就会一直发动侵略 直到他完全达成自己的目的 希特勒 清华日军 美帝国主义 精子 这都是一路货 他们什么都要 就是不需要台阶